杀杀甜甜的凉盘莲藕 在细细品味之下 还有花椒的麻香 瞬间从舌尖蔓延开来 而辛辣的嫩姜 以酱料腌制之后 清甜回甘又开胃 小的时候就喜欢 跟着妈妈在厨房打转的秋福珍 认为做料理给家人吃 是最幸福的事了 如今做给更多的志工享用 将幸福的滋味无限延伸 现在新宿派 健康带来来 来欢迎我们这一位 因为妈妈很会做料理 所以她也就遗传了 妈妈的秋福珍师姐 师姐 您好 珍师姐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有受到妈妈影响 有 小的时候就是看妈妈做 各式各样的料理是不是 算大家庭嘛 阿嬷是客家人 所以妈妈就会做一些小点心 一些什么像年糕 粽子 减粽龟长什么都会 腌制东西也是很厉害 因为我们客家人 她自己本身就第一个很节俭 不会说是出去花钱买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说 自己都做得很好吃 客家料理很好吃 所以你妈妈就其实环境逼着她 但是她就变得很厉害了 对不对 好 那你今天要做的是什么 凉拌莲藕 给大家看一下 看到没有 就这样子 对不对 然后做好放在白冰箱里面 随时都可以吃对不对 对 好 那我们就要仔细的来学 先看一下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 跟调味料 好 师姐 您来指导一下咯 首先我们要学会的一件事情 就叫做挑选莲藕 那莲藕有 我们买的时候是有长有短 对 那这个是比较靠 好像草味的地方是吗 应该是比较尾巴 这个比较嫩一点的 凉拌的是要嫩一点的 不能太老 所以它有的是这样慢慢一节 对 有的比较粗 所以说去买的时候呢 是所有这样短的都嫩吗 也不见得 那怎么办 那我们就是要跟老板说 说我这个是要凉拌用的 对 他就会帮我们挑 对 通常老板会问 对 说你要煮的 或是要炒或是要凉拌 对,没错 告诉他说要凉拌 对 那这样子买回来之后 因为这个皮是削了 对,我们是用… 我不削皮,我是用铁刷 把那个稍微刷一下 因为那个皮很薄 对,因为你用削把它削光了 好 然后这个就同样是这样 来,你教我们这个怎么处理 对 像这个的话,我们就是头尾比较… 比较那个的就先切掉 就切了 但是要切这个就要很小心 因为它是圆滚滚的,对不对 所以要找一个站得很稳的地方 对,手要抓得稳 然后你切,切也不要太厚 那也不能太薄 太厚的话,你就变成口感会比较… 不太好 对,那太薄的话没有口感 所以我一般我切 我都差不多切个0.2左右这样子 好 然后呢,放进这里面 对,因为我们怕氧化 等一下又黑黑的,对不对 所以我会泡水 铁质很丰富 对 来,现在泡着以后 就摆在旁边等 然后呢 我们先来做那个汤汁的部分 开的是大火还是小火就好 小小的火,好,不要太大 好,我们先把花椒炒过 炒花椒了 对 就是放一大汤匙 看我们东西的量 东西的量 对 那么现在您炒花椒的时候呢 这个要用小火慢慢炒 把它炒香 对 那趁此机会 每次都是要等到最后才吃 但是今天呢 我要先吃一口了 然后 有没有听到口口口 好脆 好好吃哦 好吃哦 这个凉凉的很好吃 吃下去好 那个感觉上好开胃哦 对 其实你说你小的时候 吃看着你的妈妈做料理 那么印象最深刻 妈妈常做什么都行 大部分因为客家人就是成勤俭嘛 那大部分的话都是过年的时候会比较 比较多了 属于那种 最高饼类的 对 红菇粿什么什么 菜桃粿 对 没错 所以你会做料理是因为耳濡目 看着学的吗 对 是 那么以后有没有特别去学过 没有呢 其实我没有去修做料理 妈妈的遗传啊 这个真的就是遗传啊 也是自己有兴趣啦 就是喜欢做啦 那你结婚以后 好像你们家听说是开眼镜行 对 开眼镜行 然后听说做眼镜的时候 也可以用眼镜来做好事 跟他结好缘是不是 这个应该二十几年前了啦 我们开眼镜行那个时候 就是会有一些生活比较贫困的孩子嘛 师兄心里就想说 因为孩子配眼镜一支的话 也不是说两三百块 对不对 有的眼镜都那个度数都蛮特殊 因为不是闪光高就是弱势就是什么的 因为配下来一支都要好几千块 对 最少最少也要千八块 然后师兄就想说来发个心吧 就是让孩子配免费的眼镜 他怎么知道他们是比较就是说 有需要帮助的小孩 因为我们管道就是家府中心了 这样子蛮好的 好 那这个已经冒烟了 对 可以了 我们就是再把它放到那个 我有那个水有比例嘛 我这个先拿起来 好 我们现在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部分 这个还是要有比例才会好吃 对不对 对 好 现在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现在拿过来的这一锅汤 它有颜色 为什么 就是花椒 加水 花椒炒香 对 加水 对 然后去煮 对 煮成这个样子 对 因为其实你泡着它就会有味道 但是可是那个花椒 有的人不喜欢它咬到的那个感觉 因为它那个是有点麻 有点一个特殊的味道 所以我会先把它熬出来 对 然后熬多久时间 这几分钟吧 让它那个味道进去了 好 你的意思是说熬个十几分钟 我们就把花椒粒捞起来 就不要了 就不要了 然后就用这个水对不对 对 好 这个水你说有比例吗 对 我是四杯水 然后加一碗的醋 要煮开 对 要煮开 花椒水 你不错 你很好喝 然后加两杯的那个糖 其实花椒水 花椒有很多好处 很多好处 花椒可以去湿气 然后还要吃加盐 对 加盐跟糖 这样它才会有味道 而且我们身体里面常常会有一些湿气 那吃花椒 它可以帮忙这样子的一个代谢 所以四川人 云南贵州四川人 他们就很喜欢吃 对 那我们也可以熬成水 对 像我觉得刚刚那个原味水很好喝 可以把它拿来当个茶饮 当茶喝 可以来一小杯每天的 现在来烫莲莲 莲莲要先烫一下 是不是 那这个就让它把调味料融解 对 我现在真的是为了你们大家 我要试吃给你们 听 好 形容一下 然后 这个是刚加了调味料的汤汁 还有一样东西忘记了 我的辣椒 辣椒的量就是说谁个人 因为有的人喜欢吃辣 有的人不喜欢吃辣 发觉一件事情好奇妙的事情 我刚刚直接喝那个花椒的原汁的时候 还没有感觉上这么的麻 奇怪为什么加上了 反而加上了这些糖、醋、盐 现在我吃进嘴巴里面的那个麻的感觉 更浓了 更浓 因为有加了调味料 这个就好有趣了 我们做其他的凉饭的东西 其实也可以用 但是我们可能就是水要等它凉了 可是莲藕可以趁热 好 您的意思是说 比如说小黄瓜可以这样做呢 可以 但是黄瓜你要等它汤汁凉 这个汤汁完全冷却 我们就可以拿小黄瓜进来浸泡 要不然不脆 对… 小黄瓜是不能热的 还有做过什么 你有做过什么 用这个汤汁来乳 乳过什么东西 笋可不可以,绿竹笋 绿竹笋可以 你这个激发我们的脑力激动 然后这样子大家一直在想 原则上就是类似小黄瓜这一类的 它需要有脆度的 我们就要等这个乳汁放凉 那如果说是比较不遜有脆度的 像比如说绿竹笋 九白笋也可以 对 都可以 然后那个什么 萝卜 白萝卜 对 那这个就可以用热的了 对 好 所以你刚刚还没讲完 你刚刚讲说在家福中心 他们所照顾的这些孩子们 他们如果说是要配眼镜 就到你们店里面来配 对不对 对 那是怎么样给他们优惠或照顾呢 因为师兄刚开始 实质是说 跟那个家福中心的那个主任 就是口头像就跟他们讲 请他们带过来对不对 那后来呢 后来师兄想说这样子的话 也没有一个那个什么 凭证什么的 万一他们等于说 不知道地方有什么 也是麻烦 那师兄就用 制作像那个名片有没有 然后里面就是写 我们家的地址、店名 然后请他们就是这样自己过来 就是社工 对 他就是有一张单子 社工就会帮你填上这个孩子的资料 然后上面有你们的电话地址 对 就让这个孩子他自己找时间 对 到你们那边去配眼镜 对 没错 好蛮温暖的 那这个感觉其实也应该 让不少的孩子再戴上眼镜 可以读书更轻松一点 对 没错 这个香气都有 那我们就可以盅加一点香油 我还以为是捞起来才加 也可以 但是这样更入味 这样更入味 然后怎么办呢 就等它凉了 凉后你就可以用罐子这样装起 要吃的时候可以加一点白芝麻 更香 这样子哦 对 所以刚刚你说的那些东西 通通是可以吃凉的对吗 对 好好吃 嗯 师姐今天这样示范这样子这个东西 那我们真的马上就在家里面做了 好 如果你买不到很适合的莲藕 你就试试看其他的东西咯 凉拌莲藕 做法是热锅加入花椒粒 用小火炒香之后 再加入四杯水 小火熬煮约15分钟 待花椒的味道煮出来之后捞出 再加入白醋 糖 盐 辣椒 再一次的煮开 洗干净的莲藕切薄片 放入汤锅穿烫之后捞出 立刻放入煮滚的汤汁中 再加入香油 静置一天带其入味 食用的时候再撒些白芝麻就可以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你现在到底要做什么 就是腌制那个 腌制 姜 就是我们刚刚才讲的 姜 姜 姜 好 我们来看一下准备 什么样的材料跟调味料 糖 醋 嫩姜 材料有嫩姜 两斤 调味料有冰糖 水果醋 白花梅 盐 我们刚才已经看过的材料跟调味料 给你们看一下成品 刚刚那是莲藕 对不对 就是姜 然后不好意思 我再吃一口 好不好 这个就是已经腌好了 好 然后 好好吃 好赞 好 赶快教我们 那我们因为生姜是因为要腌制过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变成说没有办法在这边 我们一次把它完成 好 我会有一些办成品 好 我们就是把它切成一口一口的 这个是算 这个是嫩姜 这个是嫩姜 是那种 它有一种是最嫩的那个 你说最 姜 最嫩的 那这个就是那个最嫩的吗 还是 也应该是算嫩的 但是它不是那种最尾端的不是 稍微中间一点点 对 所以它还带一点辣味 对 没错 好开胃喔 然后就是洗干净 把它晾干 晾干切成这样一口一口大小 对 然后呢 我会用盐巴 好 就是说把它盐抓到就是 是完全均匀 它就是慢慢会出水了 对 那出水之后那个水怎么办 倒掉 对 那个色酸 色辣味的水 把它倒掉 对 然后再压 对 压然后就再把它清掉 对 好 就 最后就是剩那个只有姜 对 好 这个呢 就让它待会我们再压 有差耶 对 这个就是已经压了去除水分了 对 好 我们再来怎么办 好 这个压过以后 就是把它装罐 它其实还有一些纖维 臭臭的纖维 因为其实过了七月半以后的姜 比较辣 好 所以你一定要在七月半之前 买的姜才会好吃 那我们可以在中原普度之前 把姜多码一点 把它腌制起来 对 然后分小罐小罐的装存起来吗 吃久一点吗 可以啊 而且你泡久了 它辣度也会降低 它可以摆很久 如果你怕它污染的话 就分成小的玻璃瓶 对不对 把它分装成小的 对 那每次再慢慢拿出来吃 就放这个 七颗 那个白化霉 对 用白化霉 看瓶子的大小 好 你就是摆着 让它六七颗 应该这样就够了 六七颗 好 然后这些是原味冰糖 对 好 冰糖就是把它铺满 铺满 盖住 对 那个姜差不多六七分满 要不然用汤匙比较快 这个真的要把它学 学着做下来 真的是一个非常对身体很好的 这个叫做古早味 对 好 然后放醋 这个醋是什么醋 水果醋 用水果醋 对 用水果醋 水果醋如果说 我们如果不会自己做 我这是买现成的 买什么样的水果醋 这个太少了 果醋 其实醋要满 好 今天这个水果醋不够多 通常是要满到盖住糖的部位 对 然后这样子的话就盖起来了 对 对 盖起来这样子大概要腌多久 像我那个 我那个就是已经腌了差不多二十天了 然后这个腌了二十天之后呢 我们请问是这个是要放在什么地方 就放冰箱就可以吃很久 新腌的有没有需要让它摇动 不用 也不用 因为你那个醋泡了 醋一定要盖住糖 它就慢慢会溶解掉 它慢慢溶解然后慢慢就渗透一下 对 所以都不要叮咚 就放在冰箱里面 对 不用 放过去 对 然后再把它拿出来吃 对不对 对 你泡越久它辣度也会降低 不会那么辣 跟你们掛保证好吃 好 感恩您 感恩 糖醋嫩姜 做法是将嫩姜切约一口的大小 用盐腌制 待稍微软化之后 用石头或者是重物压在上面 约一天的时间 把姜的辣味与苦味随着水分释出 腌好的姜挤干 放入干燥的玻璃瓶中 约750cc的容量 装八分满 再放入六颗白化煤 再加入冰糖 把瓶内填满 倒入水果醋 腌过嫩姜之后 静置冰箱两个星期就可以吃了 最后我需要 每逢初一十五 阪桥区新名里的社区民众 纷纷来到夏丽萍的家里族客 各位亲爱的好邻居好朋友 大家午安 午安 午安 非常感谢大家 那我们呢 其实就是在享用上人说的 素食在界 其实在社群里面 大家互动都蛮好的 刚开始的时候想到有广告词 说老伴出一十五要吃菜 所以我们那时候想出一十五 大家都习惯要吃素 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够一起来 做一些素食的餐点 让我们的主邻居都可以一起来 增进彼此的感情 然后可以一起来动手做素食 顺着初一十五吃素的广告词 夏丽萍与志工们招待民众享用午餐 已经长达一年的时间了 从一开始聊聊素人 渐渐地常常爆满 跟一般去外面吃的不一样 谁自己喜欢 那自己想要挑什么就吃 好像五种颜色都已经有了 就是也进步到健康 好吃 这种好吃 赞你 首先吸引民众的 当然就是琳琅满目的菜色 而最令人值值称赞的 就是这一道三杯双菇 将榨香的杏鲍菇与猴头菇 以素沙茶与素蚝油会炒 烹调出紧实Q弹的咬劲 还有丰厚的塔香与酱香 光是这一道就能让人胃口大开 它一般要接引会重 我是觉得是因为刚学习 吃素食是比较重口味 所以我多向这一方面来煮 等到一段时间之后 慢慢再清淡 我觉得本身就有糖尿病 再加上我自己这样喝酒 吃肉产生了很多的后遗症 所以我觉得说 它如果能改变吃素的话 可能对身体会很疏伤 为了让邻里居民们 都能健康吃素 厨师彭信勇得一大清早 就传好食材 而夏丽萍的客厅 变成外汇伴桌的场所 其他的志工则分工合作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这样的真诚付出 带动了地方社区的凝聚力 这些都是我们社区的妈妈 那我们都会在提前 这一两天都会要她们说 明天初一十五了 记得来帮我们洗菜 切菜 她们都会一不容时来帮忙 打吃菜真的这么壮胃 够准备合作 初一十五大家一起在那边煮饭 用餐不是很好吗 我们这个社区真的很关键 大家都有什么事情的话 只要一个电话 我们就全部都到了 这个呢 这个是等一下做什么 这个三杯 三杯 素腰子 你看每个人切花切得好漂亮 原本极少见面的邻里街坊 在每一次活动里 越来越熟络 甚至有人总共提出 想要学做素菜 因此志工又发起了素食烹饪班 希望大家回去都能餐餐吃素 是真的但忙的时候 我是觉得有辛苦也有快乐 因为每个人其实上次觉得说 自己做的真的也不多 但是有的妈妈她们都很发心 跟我说她们家有什么东西 好的东西 有东西她们都会提供出来 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是觉得说 可以看到大家善良 很热心的那一面 宁静的社区里 弥漫着暖乎乎的人情味 初一十五来架锁 不再只是口号 而是一句温暖的问候 融化人们的心房 也深深连接了彼此的情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